那我们大概分成四个工作表来说明好了 所以我把它分开来 这样会比较清楚 第一个我们是用index 这个地方是还没切割 那里面的话用的就是row,column跟index 那里面的话分别就是这些 就是一个范围取出它哪个位置 那因为它是横向的 所以是row,index 把它用column跟row的函数 先取得我们要的1到32的那个表格 然后分别把资料取出来 向右向下就OK 所以第一阶段这个第一个 然后第二阶段的话 我是把它分在另外的工作表 所以我把这个复制一个 Ctrl加按住就拖拉 那我们用了总共三个方法 所以这个是mid加LEN 主要是LEN 那里面的话主要是针对什么 把刚刚的index这部分的公式剪下来 放在mid里面的第一个这个参数 那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重点就这个 LEN这个地方 记得这个地方1的前面一定要加这个前的符号 这个也是最容易发生错误的地方 OK,all mean 99 那我们就是用mid的方法可以把它完成 那再来我就把这一个 这个原来的这个index 这个再复制一个 换成利用什么呢 利用fine来做 可是fine的公式明显的比较冗长 因为为什么 这个上面的第一个跟第三个一样 最麻烦的地方就是这个fine刮弧 指的是什么呢 先去找什么 找冒号 记得一定要是全形冒号 然后呢 豆点后面的话就是把刚刚上面的这一个 再贴一遍 OK 贴到哪里 贴到豆点后面 豆点后面之后的话呢 在后刮弧 然后再加1 这个地方可能要特别特别小心 那我也有把这个公式贴到云端白板上面 所以如果假设你一直出现状况的话 那你可以从云端白板里面的第二页里面有看到 我也把这个公式一样放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要参考的话 可以再试试看 然后完成之后的话 向右向下 一样把蓝宽设为自动调整 这个是第二个方法 那当然为什么一定要这个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fine的弹性会比较大 也就是说如果将来上面的这个录值时间 刚好跟他前面栏位名称不一样的时候 那用fine函数相对的会比较有优势 像我们之前好像上学期有交到一个是 那个什么 住宅切到案件那个 把有没有那个地址啊 很长一串地址里面的那个录接到抓出来 的那个练习嘛 那个部分的话真的如果你不会用fine函数的话 那真的很糟糕 那就真的是没办法 你只能用眼睛来看 可是那个资料都几万笔 甚至几十万笔 如果你用眼睛去看那个 资料里面的地址的录 哇说真的做到下班都做不完 可是如果你会用fine的话 有没有 那就很快大概五分钟就搞定的事情了 所以五分钟跟一整天的时间 一整天我看还不见得做得完 差距实在太大了 ok 好所以fine很重要 请各位也许试试看 那后面最后的话 我又补充一个就是资料剖析 ok 资料剖析 那剖的方法的话 当然第一个记得一定要先什么 先把那个资料做选择性贴上 复制完按右键 选择性贴上什么 只有值哦 ok 只有值 这个是贴完了 贴完之后再选取哦 选的时候不要选到第一万 选下面的资料 啊因为 他一次呢 只能剖一个栏位 所以你不能说 哦老师我要全部剖 没办法 如果你全部剖 他跟你讲说 哦没有办法 一次只能转化一栏 没有 不知道有没有同学 遇到这个问题 ok他不要贪心 没办法 他目前的功能 一次只能够剖一栏 所以你怎么办呢 只能够选这边 不包含栏位名称 因为这边不要剖 D2到D9 然后资料剖析 下一步 然后给冒号 下一步 这个不会录 按完成就好了 这个就有了 一样的方法 分别把这边完成 那今天的作业 大概就是把 这四个工作表 把它完成 ok那画面呢 还给各位